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北京时间,7月28日消息,美美Stack News统计了过去五个赛季,NBA联盟中,各类球员的莫杰得分,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,雄鹿队的字母哥,以2384分,排在第一类,胡人队的詹姆斯,以2127分,排在第二类,费城队的哈登,以2092分,排在第三类,爵士队的米契尔,以2054分,排在第四类,胡人队的威斯布鲁。 伍克,以1996分,排在第五位。 胡人两位球员上榜是惊喜的,威少在上赛季,受到很大的争议,但即便如此,威少在过去五个赛季的莫杰得分,还是不少的,一方面,要肯定威少的得分能力,另一方面,也突出了威少,在莫杰,对于球队的作用。 米契尔,作为爵士的当家球星,在常规赛的表现,还是值得肯定的,虽然季后代有争议,但是,近两个赛季的常规赛,爵士的战绩都不错,米契尔,也是功不可没,只不过,下赛季开始,假如米契尔,继续留在爵士,没有了内线汉将戈贝尔,米契尔的得分,或许会更加困难,不过,这也是他成长,所必须经历的。 詹姆斯·哈登作为联盟中,最会得分的后卫之一,上榜,自然是不稀奇的,哈登的2092分,与詹姆斯的2127分,差距不大,而对于哈登来说,过去的五个赛季,证明不了太多,当下最重要的,还是要带领贝城,朝着自己的目标,更进一步。